很多时候打球都是因为手太快了 而并不是因为你的节奏跟不上 对吧 打球我始终说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打球只有你人比球打更快 你的还原速度比球还快 你的节奏永远是比球快的 但很多人不认为 说球来不及来不及 球太快来不及 你的来不及是因为你的助力都放在手上 而且是你的手亲手把节奏给打快的 打个比方 我给你做一事 我如果不做脚我就做手 你看这个球的速度取越于咱俩的手 多快 但是你的手打快 你看我的手打慢 然后我有时间动脚 我有时间动脚 这样是怎么了 用你的手来控制球的结构 用你的脚充分的把控球的位置 这样你是不是就有充分时间 那很多人会说 说这个球你的反手质量太低了 那别人肯定早就打错了 那好 那我在反手当中加上质量 我自己旋转为主 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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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动性的怎么了 我主动性的把球的节奏更控制了 对吧 并且还让你快不了 为什么 因为旋转强 所以说很多人说 打球 这个球脚底我也到位了 当我打过去的时候 还原不了 还原不了 好 那我问一下 是你的手快还是你的脚快 是不是你的手脚底下没完全到手拼命的加快 把球的节奏打快了 导致你最后还原不了了 那当你脚底先移动好了以后 你的节奏捋顺了以后 他球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还会出现真的来不及吗 如果再出现来不及 那真的就是能力的问题 但很多人他只是说 当他没有完全把脚充分发挥这种 这种优势的 没有充分发挥他的优势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他的手拼命的快 就会让脚会越来越慢 手会越来快 两百球三百球他就跟不上了 像你们经常比如说我要打脸 那你可能 板树以后越打越累越打越累 之后跟不上了 所以你在练反手当中 手间移高伙优势 更主要是我每一板球 吃的实不实 而不是速度快不快 吃球时间长不长 是不是真正所有数 脚底的节奏是不是我能控制 因为你手节奏说白了 因为两张习惯了 手上节奏很快 皮力控制不了 脚能不能控制 你控制脚的时候 我就扳手 我去控制手 怎么讲 动一下脚 动一下脚 动一下手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只要控制脚 使劲拼命的动 怎么了 脚是可以跟上手的 如果不能呢 就是手还是快 那就手放慢 脚放快 手放慢 保证手脚协调 他实际我这么一说实际上你如果说认为年轻人他跑得快 那是大范围跑动 他的跑动范围大 而并不是他跑动范围快 脚底的步伐合理 要比你跑得快 更重要 明白了吧 所以很多球并不是因为他球真的快 而是因为你自己切手把球打快了 脚底也跟不上 所以我一直想到之前在教学当中我也讲 手脚协调 主要它有协定性在你 手能不能帮脚分担 脚能不能帮手分担 而不是什么呀 脚不支持手 手拼命回脚 这两个是属于互不支持的 所以说也会造成说很多人认为 跟不上 当你从事相对专业 或者说业余特别爱好 当你从事喜欢了这一项运动的时候 你还是觉得这么认为的话 那你停留的这个理解能力 包括认识能力 还是不够的 并且离专业还差得很远 一定要一定要想好 你的手是为了脚分担 脚是为了手分担 两个人互助 对吧 你的手拼命很快 你的脚 跟不上 最后导致节奏怎么 所以你在练当中 一定是把控好脚的节奏 撕完了脚底掉有一点 脚底一动 这样它的节奏更好 回头你可以看一看 这些 结果他们在训练的基础的视频 你看他们是不是手和脚的节奏 特别合适 一起完蛋了 明显就可能 cach子还是宝费的 你身专心